Hello,大家好,我是小七 上次说我店旁边的同行转让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店现在的一个情况 就是这个卡丝造型这个理发店 这个店去年9月份的时候开业的 到今年的话不到一年 现在在转让 昨天我打电话跟老板娘说 她说她这个店是三年前花了40万 转让会接下来的一个店 到现在的话家装修花了接近60万 现在转让 之前转让的话说是15万 我走近拍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里面也没什么人在上班了 店还是很新的 这个门面是两个半门面 就是这一栋 这两台空调都是这个理发店的 都是格力的空调 然后的话这边的话就是出租房的一个楼梯间 这边过来的话就这里一个楼梯间挡住了 大概只有7米的样子 但是它另外的第二个门面的话 就直接到这里来 大概有个9米的样子 所以这个店的话总共的话不到80平方 70多平方吧 店里面有5张洗头床 员工下午在里面在睡觉 看上去还是挺大的 凳子 镜台 全部都是新的 里面是个杂物间 放产品的 旁边是个洗手间 位置的话 在这条商业街加这些小区附近 人流量的话还是非常大的 这条街到晚上的话 人流量是非常大 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卡斯理发店 这两天应该会有人来接手吧 有一天的话 我们这条商业街的话 人流量就比较小 因为附近很多工业区的 家关内的人都在上班 没有回来 到晚上的话 7点之后关内上班的 来到这个城中村 以及附近工业区下班的人 下班的来这条街逛 就人气就非常旺 刚开始转让的时候 15万 前几天的时候 这个老板娘给我打电话说 如果你要的话是13万 到前天 就是昨天 我跟他打电话说 我说这个店9万块钱 你转不转 转的话我想帮他接下来 因为找几个股东一起合作 帮他拿下来 昨天的话 他说9万块钱可能会有点低 他说最低10万块钱 不包6千块的押金 也就是106千 他就可以转掉 当时跟老板娘聊天 聊了几分钟之后 我感觉到他心中太多的无赖 以及太多的心三 低价从15万变成10万块钱 低价转 真的是含着泪在转让 当初是40万 投资下来的一个店 现在加装修接近60万 现在要把它盘出去 至少就是亏了40万以上 因为他现在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店铺现在是没心经营 因为他在冬晚上班 冬晚的话他没有过来打你 他只是投资了 让他弟弟过来看这个店 他弟弟每天就喜欢打游戏 晚上的话就玩得很晚 白天的话到下午两三点钟开门 有时候不开门 导致现在这个店铺就是无心经营 从15万的转让会 坚持了没有一个月 现在跌到10万块钱 直接就转 所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着急的 不知亏钱 我觉得6千块钱一个月的房租 还有四年活头 每年涨300 我觉得只要用心做 怎么都不会亏 保本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急着把它抛出去 就是现在面临着一个 无心经营的状况 他弟弟有时候也不会来店里 就交给店里的那些小伙伴做 有时候晚上忙 来三到五个人 他又忙不过来 礼拜六礼拜天再忙一点 很多客人就走掉 用到店旁边 这个是很清楚的 因为整个店上班不到四个人 其实我是很看好这个位置的 最主要的是这个皇宗人比较好 就是说四年到七了 他是不要扩查费的 我像我旁边的店三年要20万 所以说这一块拿下来 是要省掉一部分的钱 所以说我觉得老板娘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第一个是他不在店里 第二个他是不懂这个行业 不懂这个行业 来做这个行业是非常的被动 因为当你请不到人的时候 你自己不会管理又跟不上 所以导致隔行不隔山 最主要的我最看重的 就是在他这个门面的房租 第一个便宜 六千三百块钱 三年前 那个时候人流量真的很大 三年前我们这条街 随便一个铺面的转让会 二十万三十万四十万 真的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价格 但是今年店铺想转让出一个高价格 是比较难的 所以说老板娘没办法 从十五万直接降到十三万 十万直接转掉 光他这两个中央空调 投资都是两万多 好了今天我的视频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给我点个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